收藏關心是來自嘉義市的消息 全國第30次環保杯的投球金標賽 契合去在港幣運動公園進行三天的賽典 來自全國各館市環保單位總共三八一隊五 四百六十名三次參加 跟市長頭身提供環保室的副書長 莊子靜 共同主持開幕的電力 由行政與環保室 和該市環保計劃出版 全國第30次環保杯的投球金標賽 在日前的打鼓聲中開啟 在港幣運動公園體育館進行三天的比賽 總共有來自全國各館市環保單位 三十八的隊五 四百六十位選手以進場 環保室副書長有重主見 跟市長頭身提供電力 提出免勒 環保室的標誌 自己很愛的投球運動 希望大家以求回憂 快樂在打球 在比賽後 也能非常享受 跟市長的比賽 跟在地的文化 真的是非常歡迎 也希望你們以求會友 大家每一年都在這裡 集辦環保杯 看到老朋友 大家很開心地打球 最重要的就是打完球以後 不可以馬上回去 一定要留下來 多多地欣賞我們家裡的人情 家裡的好吃的好玩的 最好家裡很好住 多住兩天再回去 這個回去的時候 不要忘了買很多的網民給回去 這是我們最期待的 頭身的東西強調 今年來自空污風桌 環境教育以及歷史人員 都認真真力 改期環保教在國防平壁的性質 都很優秀 連續三年沒有天高的疫情 讓水下水都清理 連續兩年都沒有喝水 前幾天要特別基盤下氣影響 表揚情結隊的動員 日環保市副市長 中指定立書表示 希望藉著投球運動 讓環保人員依求活躍 兩組鄉心領 使環保工作推動 更有效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確實達到了 我們人員的交流 以及我們希望說透過比賽 來鼓勵團隊的團結精神 爭取團隊的榮譽 那麼來加強我們工作推動的效率 所以我想在我們透過這個比賽 都充分地達到了 環保杯投球金表賽 是從環保室成立當時 就開始基盤 每年有各館市環保教輪流伴力 希望自由比賽活動 讓各館市環保工作 技術在重分交流 也鼓勵大家運動健身 發育團隊精神 讓工作更有效率 並提前環保人員 注意工作上的安全 先請我們上次跟一期蔡晃博的